欢迎收看《日日游楼台》的吻彩莹 多个全新盘有望在第一季登场 面对新的供应 发展商对于未卖出的货美盘员 当然都比较紧张 为了吸引买家接货 调低叫价是其中一个方法 市况回暖一二手成交加快 不少发展商表示对今年楼价充满信心 不过仍然有发展商不惜减价卖楼 其中长实率先将余货减价促销 旗下与市建局合作的长沙环外海中 剩下22伙代售 其中10伙减价超过一成 其余招标发售 这22伙将会在下个星期五起销售 发展商表示由于项目已经入伙一段时间 希望尽早销售货美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吸引的一个价钱 对双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 我们希望今次的安排 希望可以令到剩下的22伙的单位 可以尽快销售完成 希望可以尽早结算各项目的一些安排 希望和伙伴们可以计数 我们自己会从一个现金的角度去考虑 希望可以尽快将最有利我们的 即是现金为主的一个方式 可以拿到 变成我们有利我们公司的整体的秘来 一个投资的安排 仔细分析10伙减价单位 对比之前的截实价 减幅达到1乘1至1乘半 实用面积736至786呎的三房 截实价大约1179万至1287万 尺价大约15000至16600元 抽出今批最便宜的单位 来自三座10楼B室 实用面积786呎 发展商首次推出时至实价大约1413万 其后减价至大约1327万 星期五又再减价至大约1179万 比上一张价单减价大约1乘1 外海仲至今累积售出854伙 套现大约85亿 发展商表示销售货尾之后 就会推售车位和商场铺位 晚科香港星期五亦都表示 今年会部署推出两个项目 包括深水堡年方邦灵系列的第二个项目 提供大约370伙 预计会在今年年中推售 还有大部马窝路项目 涉及超过1500伙 最大户型达到4房 将会分期数发展 在今年年底推出 除了全新盘 万科香港今年仍然有货美项目推售 包括即将在年中交楼的 何文田Wild Residence 发展商将会计划开放现楼示范单位 另外 新比旗下屯门Norferland第二A期 星期五亦都公布 已经获批预售楼花同意书 将会紧接第二B期推出 无线电视何子山报道 市况明显回暖 代理编制的楼价指数都有所反映 不过对于美国放慢加息的步伐 对楼市的影响 代理就比较保守 新一年的楼市气氛 比去年第四季明显好转 除了发展商积极部署推盘 二手交投都结束上季淡静的局面 楼价都有向上的趋势 由代理编制的二手楼价指数 最新报158.75 按周升0.5% 过去六个星期 累升超过1.5% 中小型单位指数 按周升0.7% 见过去两个几月的高位 不过大型单位指数 就按周下跌0.1% 代理说指数不代表豪宅市房疲弱 至于最近美国放慢加息步伐 会不会对后市走势带来正面作用 它反而比较观望 岸地区分类四大分区齐升 以九龙的表现比较突出 岸周升近1.2% 升幅是七个星期以来最大 港渡和新界东 齐齐升0.5% 当中港渡已经连升六个星期 至于新界西 这个星期表现靠稳 但过去四个星期 已经累升1.6% 季季城王市已经开始了 没问题 估计新春之后 会更加明显 新春之前那段日子 仍然都是港九市区换楼的客户 所以大屋远就升得快点 新界就差 明显差点 不是不升 升得少很多 估计新春之后 新界的楼价 在138个城份屋苑当中 售楼层和单位质素影响下 有73个即是有近5成3的 城份屋苑录得升幅 近期表现理想的九龙 以大角咀为港湾 蓝田丽港城 和九龙湾淘大花园 楼价升幅比较明显 今个星期公布的二手楼价指数 主要反映上个月9至15号 所签订临时买卖合约的交易 至于美国联储局 最近一次加息对楼市的影响 将会在2月下旬公布的指数反映 虽然有不少分析都看好后市的走势 不过在市场上就仍然录得虚弱 而且涉及的金额一点都不少 原因是什么呢 虽然楼市近期稍有起色 但豪宅市场仍然出现大额涉样个案 亚洲柳黄山顶Mount-Lickerson D座中层单位 实用面积近4,600呎 年车位以3.9亿沽出 赤价近8.5万元 原业主在2018年楼价高峰期 以近5.2亿救入单位 其后再以900万救入车位 一共斥资近5亿3千万 原业主需要蝕大约1亿4千万 持货4年多 单位贬值大约2成6 原业主同新买家的英文姓名 都是普通话拼音 因此推测是内地买家 有代理认为 通关后内地资金释放 即使有蝕让成交都是好事 代表市场有人接货 肯定是在疫情这3年 去年整个国家有调控 有部分污号 应该是个别事件受到调控 因为那边都有很多卖家 来源于国内做内房的客户 或者做内部国内企业 因为疫情真的打击到 有些企业会出现问题 除了豪宅 中小型单位也持续出现蝕让个案 新近有屯门掃管忽常员的成交 2B座中层J室 实用面积近740呎 三房间价 原业主最初叫价850万 放盘一年都无人问津 最终累积减价47万 以大约802万沽出单位 折合赤价大约10800元 原业主在2018年 以851万救入单位 持货4年占免失大约48万 单位期内贬值大约5% 无线电视何子山报道 先约沙镇回来迎社潮流 参观山顶一个老牌豪宅屋苑 放盘的设计保养是怎样呢 回来节目时间 山顶是属于早年发展的传统豪宅地段 参观屋苑若纽纽超过70年 不过放盘向来也不多 叫价也硬正 单位的质素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看看 Handa的落成年期是1949年 因为超过70年历史 当年也是山顶最高的物业 60年代居住在这里多数是白人为主 到70、80年代开始多一些华人居住 当时是70、80年代 香港首批的华人协家 制衣厂的老板 就陆续搬到山顶了 屋苑位于嘉烈山道 提供57伙 当中21座是洋房 其余是分层户 实用面积最小 都超过2410尺 这个尺数的分层户 在山顶来说 供应相当罕有 屋苑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物 在电梯大堂这里 无论是灯饰或枪花的设计 都富有历史的味道 房盘位于B座 实用面积大约2510尺 空间感充裕 业主都用了一些深木式的地板 再加上很多古董家具 和一些名画 当年的开积 其实非常非常实用 这间屋的实用面积 是说2512尺 但我们进来 你完全不会觉得 它是2500尺的屋 河厅有条件放大型家具 仍然有充裕的走动空间 三角琴旁边有多组大窗 由于放盆位置单边 外望景观更加无遮挡和开阳 经业主改动之后 大厅呈长盈 开积更加实用 饭厅无论是灯饰 储物柜和摆设 都充满欧式风格 靠近圆桌的一边有窗 饭厅相当光芒 厨房设有两个出入口 除了靠近大门 业主还在饭厅增设一个入口 方便拿出送菜 厨房附切曲尺厨柜柜 设备充裕 冰柜旁边还有四人餐桌 整体保养良好 再走进去还有一个工作间 面积都不小 有工人姐姐房 洗衣设备 还有一个多用途的工作间 这间屋原积只有两间房 不过业主就因应丹麦的居住人数 将原本是主人套房的位置 重新规划了用途 现在就间成 鹤翅和两个小朋友房 房间同样都是大约一博册 这间旅房靠墙放了单人床 还有吊柜和地柜 房间外是个小偏厅 是给业主子女看电视娱乐的地方 至于主人房 设计在单位储物室旁边 房间面积大约300尺 去寻区前先经过吐瓷 有箱洗手盘 还有梳妆台 寻区开积视镇 收纳空间充裕 房间座向和客厅一致 同样可以望到开阳景观 这间房的墙身和床头板 以深浅绿色作为配搭 天花线设计富有欧陆味道 业主在2004年 以1980万买入单位 由于留在香港住的时间 都不是那么多 所以决定以10500万放售单位 对于山顶比较贵重的地段 所以家长业主释受 所以整个楼盘都不多成交 一年大概一中左右 对上成交 2011年的成交 是一亿1500万 当时因今日业主房盘 其实比市价 比当时更便宜了1000万 要留意屋苑所在的地皮 面积有近38万尺 但现在除了住宅和相关会所设施之外 土地还未全面用尽 换句话说 地皮未来还有发展的空间 整个楼盘的面积有378000尺 其实当中有57货 它们有一个Equal and Better Share 整块土地所发展的楼盘 一共只有57货 剩下来的地方 可以透过向政府补地价 将整个project重建 其实每一户除了自己的单位之外 还可以额外有多2000尺的土地share 香港的土地资源比较罕有 再加上山顶的地段 亦是整个山顶来说最大面积的土地 所以可想而知它这个project有它独特的value 长远来说 其实这个楼盘一定有它独特的重建价值 配套方面 屋苑都附设一些给儿童和住客做运动和玩的设施 70年前 建筑师已经为这个楼盘预留了网购场、泳池和儿童游乐场 这个屋苑的车位非常充裕 基本上每一户都有车位 虽然屋苑的位置是山顶 但是我们的门口现在的小巴可以回到中环 方便姐姐去买菜 今集先看到这一道 最近有新楼盘入伙的南区 由于有国际学校 向来都受到家长学欢迎 参观区内的豪宅分层单位 开职和保养是怎样的呢 请请留意下星期迎舍潮流 国王曾经出现卖假楼的诈骗案 作为业主可以怎样提访 如果希望再跟贴一些物业的状况 又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一起看看 香港流价贵 一般住宅单位买卖作价 选择都几百万 由于牵涉的金额一点都不少 所以无论是自住或投资 作为业主当然不希望 因为物业状况而招致任何损失 但事实上 过往有不少的诈骗案 都是与住宅物业有关 尤其是一些限制的单位 往往容易被不法之途承虚移入 我们常见就是 纵使你通知了 不再收邮件 不再收信件 但其实很多宣传单章 都会照派你的信箱里 你无人的单位 其实很快就会宣问信 别人就知道你的单位是无人的 我们以往处理过的案件 就见过有卖假楼的情况 那些骗徒就做整套的假屋 做了假身份证 没用你的身份去卖楼 律师提醒 业主无论是否身处香港 都有可能遇上这种欺诈情况 如果你身处外地 你完全不知道楼在做什么 当然有一个大的风险 因为我们见过过往的个案 就算你业主在香港 都有骗徒 假冒你的身份去卖楼 而你不知道 直到完成了买卖 对方新买家说要来收楼 才发觉原来你的业主还在住在这里 这些情况是有的 无论你入不入到你的单位 他都可以做到这种事情 因为有些骗徒就说 出租单位没得看楼 照样卖根本完全没有接租单位 又或者你出租了给人的 租客是骗徒的 他给别人看楼去卖 你都会猛言不止的 如果你是有按揭的话 有机会他跟按揭那里 就假冒你的身份 就通知我的银行 就说我现在要买楼 我属契了 为了更有效保障业主 和他在香港的物业 土地注册署在2019年 推出经优化的 物业把关2电子提示服务 只要有任何和物业权益的文件 交到土地注册署注册 已经登记服务的业主 就可以迅速接获通知 土地注册署是避传了 香港物业的一些土地记录 我们会为到一些 影响土地权益的文件 是扮你注册的 这些注册署的记录 亦都会被公众人士去查阅 我们这个物业把关2的服务 就是为香港的业主 提供一个电子提示服务 如果有影响物业的文件 或者是一些按揭的文件 又或者是一些楼宇买卖的文件 递交上来土地注册署注册的时候 他就会收到我们的电邮通知 物业把关2这个服务 是会令到业主能够更准确 更快地获得有关 影响楼宇的一些资讯 有些业主 可能的物业不是自住的 可能出租 又或者是空置的 甚至乎有些业主 他是长期居住在境外的话 他就未必第一时间 可以收到政府部门的一些通知 有关楼宇按揭的文件 或者是楼宇买卖的文件 入到我们土地注册 登记的时候 如果业主是不知情的话 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潜在的 诈骗的风险出现 如果我们的电子提示服务 第一时间能够给到这些业主 知道有关信息 他们可以尽快地作出相应的行动的话 可以将他们受到的影响 或者受到的损失 减到最低 这一项服务的目标 除了防止单位被沦为不法分子的诈骗工具 都协助业主更有效管理物业 交管理费 会定期自动转账 但有机会可能银行有些不明的转账入来 会马上凍结了都未定 是为了保障你的利益 那变成那个自动转账可能停撞 你变成欠管理费你都不知道 因为一般客户公契 都授予管理公司这个权利 你欠缴的时候 它叫做钉契 钉契其实它就给了一个通知 就说你欠缴的 就注入了你的物业 到你如果买的时候 就成为一个业权的瑕疵 就需要清缴 但是如果你做了罢关义的话 你都会收到这些通知 另外如果这个物业比较旧的 有机会有破损需要维修 可能政府会出了维修令给你 你可能懵然不知的 但是如果你有罢关义 这个新的文件一登记下来 你就会知道 你知道有维修令出了 要做事了 为了提升这一项服务的吸引力 和普及程度 土地注册处自今年起 除了调整服务的费用 都着力增加提示通知的方式 我们不时都会对服务做出检讨和优化 自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 一次性订购服务 已经的服务费是由580元 是调低到380元 我们都希望一个相宜的价钱 可以帮到业主 另外业主力都可以选择 除了收取电邮的通知之外 可以额外收取电话 手机的一个短信的提示 亦都可以选择授权 一个他信任德国的亲人 同时之间收到电邮的通知 我们都希望可以给到业主多点弹性 令他觉得这个服务是帮到他的 我们当然希望更多业主 可以受为这个物业把关义的服务 不单止可以帮他们 可以保障到他们自己的物业权益 亦都可以令到整体香港的物业市场 能够运作得更加坦诚和更加安全 今集先看到这里 近年新落城的楼宇 有不少都提供开放式互营 业收这一类单位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呢 下星期家居置父会有业楼师讲解 敬请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